大家好,我是牛奶和牛奶奶分不清的包包子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部分人一喝牛奶就胀气,肚子咕咕叫,腹痛,然后拉肚子 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乳糖不赖症 它主要是因为牛奶中的乳糖没法被人体消化吸收,反而成了肠道细菌的美食 在细菌的发酵作用下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并导致肠道中的渗透压升高,使得更多的水分进入了肠道 从而引起了胀气腹泻等症状 然而这种症状在欧洲人中并不常见,却在亚洲人中非常常见 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它既然是因为不能消化乳糖引起的 但是人的乳汁中也含有大量的乳糖 那为什么亚洲的婴儿大多没有乳糖不赖症呢?却只有成年人有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从乳糖的消化说起 乳糖是一种由葡萄糖和半乳糖两种单糖组成的二糖 如果人体想要利用它的话,就需要产生一种叫做乳糖酶的蛋白质 它是一种糖干水解酶,可以把葡萄糖和半乳糖之间的连接键切断 从而让乳糖变成油腻的人体可以直接吸收的葡萄糖和半乳糖 如果我们的体内没法合成乳糖酶,那就没法消化乳糖 那它就只能被其他的肠道未生物消化发酵了,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那乳糖酶又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它是由乳糖酶基因编码的 我们把从基因到蛋白质的过程叫做基因的表达 由于乳糖不仅仅在牛奶中大量存在 也在人和其他很多哺乳动物的乳汁中大量存在 它为婴儿们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大量的能量 所以能够消化乳糖是大多数哺乳动物必备的一种技能 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欧洲婴儿还是亚洲婴儿 甚至是其他哺乳动物的婴儿大多都能够消化乳糖 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消化乳糖是因为 它们都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过乳糖酶基因的表达来合成乳糖酶 那为什么有些人成年之后就乳糖不耐受了呢? 这是因为乳糖酶基因的表达并不是一直被开启的 成年之后它的基因表达就被关闭了 从而就没法合成乳糖酶了 最终导致成年人并不能消化乳糖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因为很多基因的调控都是随着生长发育在不断变化的 例如婴儿眼睛的颜色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里面实际上也都涉及到各种基因的调控 或许是因为细胞觉得动物长大之后可以消化别的食物了 没有必要通过喝奶奶获取能量了 这也就没有合成乳糖酶的必要了 少合成一种酶对细胞而言就可以多减轻一点负担 干脆关掉这种生糖酶 节约一点能量岂不是更好 也有可能是因为乳汁对哺乳动物养育婴儿很重要 为了种群的发展把有限的资源留给他们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这可能也是长期进化的结果 那为什么欧洲人成年之后依然还能喝牛奶呢 这是因为早在7500到10000年前 北欧人的基因发生了一种突变 导致成年人的乳糖酶基因不会被关闭 从而可以持续地表达乳糖酶 这也就使得他们可以继续无障碍地消化乳糖 从而可以更容易地从奶制品中获得营养和能量 有人可能会觉得那岂不是相当于他们进化出了一种迷你型的超能力了 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凡是有力就有弊 基因对人的影响总是很复杂的 也有研究显示乳糖酶基因的持续表达可能会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 但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那如果有乳糖不赖瘦的年轻人想要继续喝牛奶该怎么办呢 一是可以选择不含乳糖的牛奶 当然也可以选择酸奶或者其他发酵过的乳制品 例如奶酪之类的 因为经过发酵之后这些乳制品当中的乳糖大多被消耗掉了 当然也有人不喜欢酸奶和奶酪的那种味道 也没关系 可以人工补充乳糖酶来帮助我们消化乳糖 很多店里都有卖乳糖酶片的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也是我正在用的一种方法 那就是诱导乳糖酶基因的表达 我几年前就发现自己消化乳糖酶的基因在下降 如果一次多喝一些牛奶的话 就会有胀气的感觉 好在我知道基因的表达不会到了某个时间点就突然被关闭 而是会有一个缓慢关闭的过程 因为我自己既做过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 也经常在实验室诱导各种基因的表达来生产不同的蛋白质 于是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合成乳糖酶的生物反应器 通过二分法 吃了几天之后我就找出了现阶段我最多能够喝多少牛奶 而不引发乳糖不赖症 由于我之前并不是每天都喝牛奶 但现在我每天都会喝一些 哪怕少喝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持续的刺激乳糖酶基因的表达 通过喝牛奶告诉我的肠道 我还要用到这个精哦 你可千万别给我直接关闭了 所以说如果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妨也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想想下一次如果再有人问我 学你们专业有什么用 既不好找工作 工资也不高 我就可以弱弱的用这个例子来反驳它了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或许可以开一个学生物有什么用系列 来讲一下这些年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赞评论和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